继续我们要带您看看这个是山徒儿台风以后的这个后续 而这个台风呢是重创了北海岸 而在其中呢有不少的农田被淹没流失 而且甚至还有农作物严重受损 就连这个本来应该进入盛产的三支卡北顺 而如今也有很多准备收成的 是跟大水一块泡汤 而对此市议员郑宇恩 他是特别在议会质询 也盼农业局能够积极地协助农友们加速复原 山徒儿台风后的风雨重创了北海岸 其中有许多的农田农作严重受损 就连本该进入盛产的三支角白笋 如今也有为数不少的笋田 因为大雨导致吸水一体 准备收成的角白笋跟着大水一起泡汤 为此市议员郑宇恩日前在议会中质询 也期盼农业局积极地协助农友 加速这场风宅过后的农笋茶包 设施的损失是包含农田的流失 温网市受损 棚架倒塌 还有渔业的网聚的设施损坏 那其实我们三支的农笋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数字我相信绝对还会再往上升 10月底我们即将要迎来三支的角白笋记 但是现在山区所有的角白笋田 全部都化为乌有 农民的心血就是付诸流水 那以现在这个农笋的状况 三支区公所所有的同仁都还在抢灾的情况之下 我们现况三支的农友要报农笋 其实区公所已经没有办法附和了 因为我们过去农笋的登记都是要仰赖区公所 那我想请局长这边是不是可以 这个加派人力来协助三支做农笋的查报 除了角白笋包含苗圃花铺等 也是这次风灾遭受重创的项目 市议员证员也强调 近年有许多的青年返乡耕作 有许多的苗圃盆栽损失产重 包含了温网市等农业设施也都有损坏 短期之内是难以恢复 也期盼市府可以将提报的项目涵盖全部的作物 并且比照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指示的 让农笋救助 重简重宽重塑来办理 农笋你们的人力的资源很重要 那我想确定一下 这个有没有包含农田流失 温网市受损 棚架倒塌 跟网聚设施 以农产品的品项来说 三支角白笋是最大宗的农笋 那还有这些青龙返乡 他们有苗圃 就我了解苗圃最一次的台风 淹没间接近三千盆的盆栽 还有一万棵的花苗 还有一些多肉植物 莲花观赏植物等等 因应这次的风灾重创北海岸的农作物 农业部也于14日发出公告 将针对北海岸五区全品项的作物 提供现金的救助 市议员也请农友们 于即日期到10月28日期间 到区公所来办理 而市府农业局也会协助派员 至公所支援受理农省的申请 建议协助农友尽数复根 尽快的渡过难关 计较平和北海岸综合报道